延續之前的網友爆料 如果迷鬥子是企若 你看像不像 來吧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來的是企若 主要核心是企若 爬分神角馬 關於迷鬥子的話呢 我們時間聲明 目前一切的消息來源呢 僅在於網友爆料的階段 還沒有官方的消息 只不過呢 如果真的有迷鬥子的話 還真的不錯吧 你覺得呢 如果迷鬥子起落的話 請問你會不會買 或者呢多少錢你會接受 抽獎嗎 還是直購 不知道官方呢 過去有沒有試過 聯動造型直購的經驗 我的印象中呢 好像都是抽獎居多 尤其是特效 越華麗的 目前呢最大可以確認的消息是 體驗服的新英雄青燕 有被挖出兩個造型 分別是SS跟 SSS級 反正呢就是最頂級 甚至連動畫跟模組 都完全改動過的 而且呢青燕的技能組 也非常的像炭刺狼喔 因此呢也有網友爆料說 那就是炭刺狼 鬼滅之刃的聯動 如果對其他的爆料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看看我們上一部 亞連的影片 封面呢是駐圖猛進的 然後我們來看看企羅 企羅這版本呢 跟其他的打野相比 以爬分的角度來說呢 他是非常好爬分 強不強呢 那絕對是很強的 首先呢企羅是一套秒殺 我們追落的呢就是前面大概四等前 裝備還沒起來的時候 清也很悶 傷害也不夠高 可是呢一旦中期開始 我們就會強的不像話 跳到後排呢基本上都是秒殺 像這樣呢秒了敵方的莫老 再來我們有注意到呢 企羅的技能組冷卻是非常的短的 本身的技能組冷卻就很快了 而且呢大招還可以刷新小招 一個團戰裡面呢 可以非常頻繁的使用一二技能 更不用說呢企羅的招牌 有兩大招牌喔 一呢是我們可以穿牆 在牆內呢是免疫控制的 不怕控制 再來呢是我們二技能的無敵 無敵呢可以躲過很多的技能跟傷害 再來就是我們的傷害 穩定的高爆發 跳到後排呢幾乎是可以秒殺的 若是跳到前排呢 我們也可以做到控制的效果 首先一技能第一段有拉筋 二技能呢有暈算 可以控住呢把敵方打殘 幫隊友收頭 先剛剛呢就收掉敵方滿水的坦克 莫拉估計是知道我的位置了唷 沒跳到他 不過呢我們隊友有幫忙跟上 還是把他帶走 前面就偏發育為主了 目前六個塔我們有五個參團 抓到控擾呢目標是防禦塔 退塔遊戲嘛 優先退塔 出裝一魔紋 核心魔紋建議帶死亡詛咒一套帶走 奧義的話呢中間可以塞五顆血魔 增加續航力 血魔倒高都可以 反正就魔法吸血 接下來裝備的部分 有另外一套裝備呢 網友喜歡出聖劍爆擊裝 只不過呢我覺得聖劍的話 發育期比較長一點喔 比較玩出來 目光之刃的話呢則很實際 只要買出來呢就可以秒後排 就這麼簡單 這邊在隊友的幫忙之下呢 敵方後面的法師已經打下了 連莫拉也打下 還不錯 之後就被錦射了一槍 敵方的錦呢是挺肥的唷 這場死亡數呢也不高 我們持續的發育持續的反野 起羅本身呢是很難死的唷 我們記得呢 只要好好的發育 有支援的話呢 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去支援 有沒有發現呢 玩法有點像納克羅斯 我們說了起羅的許多優點 再來看看缺點的部分 缺點主要呢是有兩個地方了 第一個地方喔 他的技能是偏難玩 不像悟空呀 還是納克甲蟲啊 那麼的直接 那麼的直覺 舉例來說呢你玩悟空盾能 看到人衝上去 按普攻 狂按普攻 敵方就死光光 起羅的話比較麻煩一點喔 我們要瞄準呢 要使用技能呢要移動 還有要使用技能的時機等等 所以他的難度呢 一般來說是偏高的 跟其他更容易的來源相比 更不用說呢 他前期偏難玩 首先呢前期清野速度很慢 也會怕反野 只不過呢他的機動性特別的高 在中期開始呢 我們就可以自己去分推 也很難被抓 所以呢中期開始 我們的經濟就會突飛猛進 如果前期沒有拿到人頭優勢的話 而前期的話呢 就要利用我們的機動性去支援 拿到人頭呢是最好 或者足夠 也是我們變成有錢的方法 起羅的話呢 要非常的注重節奏 像我們說的呢 前期偏軟弱 前中期呢要找機會支援 而中後期的話呢 找機會分推跟發育 中後期就是我們最強勢的時期 前期 千萬呢不要拖到大後期喔 拖到大後期呢 我們是打不贏射手的 連單挑都打不贏 更不用說呢 如果敵方有法師啊 有輔助啊 寶牌的話 所以呢盡量不要拖太久了 還有一點呢 起羅就是 需要有點心機的玩家 有些大英雄呢 是直接上前去一套帶走 起羅的話則不是了 我們要偏盾能 多盾能 蹲到就帶走 這邊呢把敵方 擊殺之後呢 我們先來拿個物件 兵線看一看呢 並沒有整理得太好唷 隊友倒下之後呢 我們先往後拉 這裡先不著急 OK 敵方莫拉還沒吃他的藍 今天我應該直接把藍吃掉才對唷 結果來了個美娜 這個莫拉呢有點慢唷 結果莫拉沒過來 我們沒拿到嘲諷的 倒下 復活之後呢趕緊來分推 其羅分推能力呢是非常的強的唷 首先我們單挑很強 真的打不過呢 我們還可以隨時逃命 甚至呢直接從邊線過去中路支援 都可以 再來呢 其羅對上任何的射手 亥犽也好 菫也好 誰都好 關鍵就呢就在於我們的一技能 踩不踩到人 所以一技能很重要喔 不要隨便空 蹲到敵方的菫了 使用二技能位移 然後一技能踩到就帶走 基本上呢 踩到的話 通常都是秒殺的 就算敵方有限靈 我們也有混沌 這裡我們想要抓莫拉 等莫拉去清那波兵 我們就可以帶走他 但是呢莫拉玩得挺謹慎的唷 結果呢 有個美 喔這叫 娜塔亞 把他帶走 帶走娜塔亞之後呢 過來抓莫拉 但是呢 我們被敵方的美娜嘲諷到 兩次死亡呢 都是被美娜抓到喔 可以看呢出其羅 非常的怕控制 可以的話呢我們也要盡量呢利用牆壁喔 或者反應他 在牆內呢是不會被控制到的 這點呢也是可以 更好的地方 OK 抓後排 敵方菫反應是挺快的喔 剛一波抓他呢 他直接瞬移走囉 可是呢因為他瞬移交得很快 所以呢我們可以等他瞬移完 或者位移完 再去跳他 那樣子呢比較容易跳中 如果發生事情的話呢 我們還有寶珠 或者二技能的無敵 這邊呢敵方還有莫拉 我們等一等中路兵線進來 看到莫拉交過位移 追上去 踩中 只要一技能踩到呢 都能夠打贏 那最後呢敵方還沒復活 那就催主堡 遊戲結束 以上是我帶來 齊羅的實戰解說 若是真的有迷鬥子的造型呢 也不錯 那我的尚恩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這段短期回來 都是硬幣的 年輕人物 那麼可愛的小熊啊 謝謝 我們下部影片見 在網上 並沒有 我們下部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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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